大家好 养护蝴蝶兰很多花油都会出现 根系腐烂或者是进阶腐烂的情况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养护 教学不到 或者是一些坏习惯导致的 首先去花市买回来的蝴蝶兰 多数是一些水苔栽培的 水苔保水性是非常强的 它的使用寿命一年左右 就会完全的腐烂 水苔栽培的蝴蝶兰 我们怎样浇水呢 平时用喷壶给它浇透就行了 不过浇水之前 我们要查看这个盆土 是不是完全的干透 然后再给它浇 浇完之后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摆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有利于水分增腾 这样就不会出现根系腐烂 或者是进阶腐烂的情况 第二个 杀菌 根腐病或者是进腐病 都是有一些是冰菌感养的 所以说呢 每隔20天浇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二枚林 把它张到水壶里面 喷洒 主要是杀菌消毒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我这盆胡提兰 长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有些花芽才根根蒙发 这时候养护啊 养分一定要跟得上 我们可以使用长效的磨肥 使用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这些磨肥呢 使用的时候 放几粒 贴近根系 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磨肥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它是根据 植物需要养分的时候 才会释放养分 因为 蝴蝶兰的根系呢 会 释放出 有基酸 那么 这个 磨肥呢 就是根据有基酸来释放出养分 让 蝴蝶兰根系呢 很好的吸收 这种磨肥呢 主要是含有丰富的 零元素 美元素 中微蓝元素 能促进 蝴蝶兰 开出 业力的花桃延长花期 花色更业 现在呢 5月份 已经是夏季了 高温 我们经常要 给这个蝴蝶兰喷丝水屋 增加湿度 这样呢更有利于 营造 好的生长环境 更有利于它 开花更多 更长久 好了 再见